台北市指標新的演唱會場地小巨蛋 每次開唱 旅備附近居民抗議會造成人為地震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指示了 二三樓的觀眾不得站立或是跺腳 而且他納入契約規範裡 從四月份張惠妹的演唱會 到七月份羅志祥公彈 即使羅志祥開唱時 僅有五十三點五分貝 沒有達到六十分貝標準 還是被居民抗議人為地震 議員秦輝助著建議 應該以小豬演唱會五十三點五分貝 作為標準 考慮降低到五十分貝 並且禁止二三樓座位區觀眾 起立或跳動 柯文哲回應 只要超過六十分貝 就開罰三十萬 而且逐次開罰 同時告知主辦設置偵測器的位置 並且才是台北捷運局 要求主辦單位提出減少震動措施 以及二三樓觀眾不能起立跺腳的規範 納入租用契約 其實很難啦 但是就是大家沒有到 就是大家很熱情 但是沒有到暴動那種感覺 就是說一樓站起來 二樓坐下來 普遍娛樂界人士認為 矯枉過正 一樓要拱去可以站立 卻要限制二三樓觀眾的自由 只能坐著 無法盡興享受音樂 難免減少樂趣 PTT網友開嗆小巨蛋居民 不開心的話就請搬走 整天都在鬧 也算說小巨蛋不能辦演唱會 還能幹嘛 拿去演音樂劇場地不夠好 那我們就盡量是希望大家可以安全 那如果法模是這樣 那我們就是遵守吧 三號就要在小巨蛋開唱的徐若萱 主辦單位表示會盡力配合規範 隨著演唱會復蘇 歌手終於可以和歌迷同歡 但場地規定可要謹慎演繹 別時的表演 幫手幫腳 TVBS新聞李明輝 蓮玲 榮世楊慈英 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